我们看 svp2006的这一题 他给我们一个linear equation 然后他再给我们一个nonlinear equation ok 然后在这一边 他说give your answer correct to 3 decimal place 当你看到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呢 你就知道他需要用formula formula是怎样的呢 就是说我有ax2加bx加c等于0 你把它写成ax2加bx加c等于0 就是说你把所有的东西搬去一边 了之后 然后x2x然后号码 然后这样来排 然后等于0 另一边是0 所有的那个x呢 就会变成了-b加- 然后square root b2-4ac b加2a这样的东西 ok好 然后这个是equation1 这个是equation2 ok 我的equation1跟equation2呢 我都可以处理 so 我from我的equation1 我把这个 x板y板过去 我把x板过去 我拿到y等于2-x 这个是equation3 然后我就equation2 乘xy ok 乘xy 这个乘xy 这个乘xy 这个也乘xy 为什么乘xy呢 因为我的这个xx月 yy月 我乘了xy 我的那个equation里面就没有分母的存在 还变成y-x等于3xy 这个是equation4 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就可以sub我的equation3 into我的equation4里面 我拿到的是那个2-x -x 等于3x 2-x 然后我的这一边这个 把它乘进去 然后2-x-x 然后3-x ok 所以2-2x 等于6x-3x 我把这两个搬过来 所以它就变成3x2-2x-6x 加2等于0 所以我就有3x2-8x 加2等于0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是a 这个是b 这个是c 所以我的x呢 会是等于-8 -8就变成8 再加6x-6x2 40 然后其实我的square 40 的话呢 其实是2square 10 这一个2 3 so 2乘3是6 然后这一边的时候 这一个呢 他除2除2除2的话 这个是2square 10 所以他变成4 加减 square 10 3 ok 他的这一边的这一个呢 其实是我把2 他是8 加 2square 10 6 然后2抽出来 4加 4加 6 然后我在这边 3月间 4加 square 10 ok 嗯 可是这个是独中的写法啦 其实我们正常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不这样写了 我们直接写他小数点的那个答案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是 MX的formula来的 你看啊我们的计算机呢 以前开挂鼓的时候 有教过你们 就是说我可以用计算机来检查答案 然后放 degree 2 然后3等于减8等于2等于的时候 你看他会变成这个 然后我放sd的时候 然后 他变成2.38 然后我下面这个 4-square triple 3 我拿到的是这个 好 所以从这一边我就知道我的X呢 是等于 2.38 呃7 三个小数位啊 2.387 还有0.279 ok 好 我的X等于这两个value的时候 我就sub 我的X等于2.387 into我的equation3里面 我的Y等于2-2.387 所以是negative0.387 然后我sub我的X等于0.279 into equation3的时候 我的Y等于2-0.279 所以他是1.721 ok 好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就可以拿到我的X等于2.387 ok 然后0.279 然后我的Y等于2-0.387 然后还有1.721 这样 好 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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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